老英更新了球队的伤情报告 今天对阵公牛的比赛 老英确实扎心了 11人隔离两人伤停 真的是缺冰少将 包括特雷扬 科林斯 加里纳利 陆威 徐尔特等球员在内 都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 索罗门希尔和亨特则是伤病缺战 显然老英的伤病问答不算大 最扎心的就是被隔离的人数太多 上赛季老英在特雷扬的带领下打出不可思议的表现 尤其是季后赛老英不停打脸看摔他们的名嘴 次轮击败了拥有双帝的76人 东部决赛面对熊鹿给出了强有力的对抗 特雷扬的数据更是爆炸型 于是老英毫不犹豫为特雷扬提供顶心续约 但是本赛季老英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 完全反弹不起来了 特雷扬只能看着老英变小鸡 他们没有展现上赛季季后赛的竞争力 不再是那一只凶猛的熊鹰 而是一只雷弱的小鸡 只是对比一下特雷扬的数据 本赛季至今特雷扬场均27.2分 3.9篮板8.2 助攻1.04抢断 罚球命中率89.4% 特雷扬还是上赛季的疯狂数据 不过老英的战斗力却和上赛季出现差距 寻思着今年夏天 老英的阵容变动也不大 当前老英排名东部第10 与东部排名第二的熊鹿差了5.5胜场差 现在老英的伤情报告 尤其是特雷扬和柯林斯等11人被隔离 特雷扬确实只能看着球队的战力 从老英变小鸡 想要在近期回到东部前8很难 本赛季或许很难进季后赛 总之特雷扬的个人数据不算差 也几乎是他个人当前的极限 就算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于老英的总体战力提升不大 如果老英的队员不能为特雷扬提供更大的支援 上赛季杀入东部半决赛的老英 本赛季几乎与东部季后赛无缘了 对于老英变小鸡